生命中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女人 我必须要好好的感谢一下 天啊 三个女人 三个女人就一台戏了 你要怎么处理 这三个人没有好好的感谢的话 我觉得我会落地角 第一位是我们的江慧二姐 在我比赛好几年来 一直参加海选 从小琉球搭船搭一整天的到台北 然后唱个三十秒就回家 然后一路一来颠簸颠簸 直到了二姐 po了一篇文章在她的部落格 称赞我 然后也因为那篇文章 让许多电视的制作单位 认识了陈梦显 给陈梦显一个机会 让我有这个机会站上了电视的舞台 所以我一直要很感谢二姐 所以我一直很想跟她见一面 当面跟她道谢 但她已经封卖我买乎了 第二位就是我们的美人姐 美人姐在我来到红人榜比赛期间 就是没有很顺遂 然后那时候也因为比赛 工作什么也都没有办法很顺 然后很穷困潦倒 然后美人姐一句就是说 她要赞助我的车马费 来比赛的车马费 那时候给了我很多温暖 然后我觉得演艺圈是有爱 那你感谢不能用嘴巴讲 是不是 你要怎样感谢 要报一下美人姐 唉 你看 没有 我后来没有付几次车钱 因为他们好像就跟我申请几次而已 他就自己可以赚钱了 没有帮到很多忙 但是 你那几次那钱就是钱母 他后来就发大钱 发大财量 是 因为他当时你说 我说你就跟来 他说其实他没钱 会跟来 因为他当时没头脑 我说没关系 你如果有机会起来 赚钱我给你出这样而已 还好啦 真的还好啦 那个真的对我很重要 是是是 然后第三位呢 就是我们的亚文老师 因为亚文老师呢 可以让我一个 还没有出道的艺人 然后可以登上小巨蛋的舞台 而且是北高巨蛋 那也不只是北高巨蛋的舞台 其实亚文老师呢 时常在红人榜的后台提醒我 也会支点我 许多教导我许多事 然后就让我在红人榜上 感觉有好像有一个爱我的长辈 有一个爱我的人 一直在提醒我 照顾我 所以老师 谢谢 我爱你 哇 真的不容易了 那你今天要拿出什么绝活 今天呢我要唱的一首歌叫做 心爱再会啦 嗯 那这一首歌呢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这个歌词 光是第一句我就 泪流不止 哎呦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句就是 海上的 孤雷山已经响起 因为他就有一种从我 我从小琉球 自己一个人 每次都要坐船 对 要来比赛 然后要带着很多复杂的心情 那我们 毕竟我们是小琉球人 我们从小到大很多悲欢离合 生离死别 只要那个尊雷山响起 就要离别了 所以这首歌我要送给 所有曾经支持我的人 爱我的人 不看好我的人 我要送给你们 还有送给我那个 藏在我心里最深的那一个人 OK 那个我不能先讲 这样我会唱不下去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听一个 不一样的陈梦咸 带来这首歌叫做 心爱的再会啦 欢迎本乐主打听陈梦咸 欢迎 欢迎本乐主打听陈梦咸 我已经游戏 对你游戏 对你游戏默明 金针买来里哭 心爱的 不敢看你资历 在我本知的日子 你游戏 在我本知的家 你游戏 你游戏 那天 你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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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他團圓 在我身亡的心 最后的 順利聲揚在陽氣 由我孔甘牌離開 像看著心也會在火腦 美鳳啊 總有空騎路要走 我還沒想到 你在我的心臂 我還沒想到 你在我的心臂 我還沒想到 你在我的心臂 走後的 準備誰有才行去 由我人敢愛你哭 唱歌到心愛的在會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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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夢賢 哇 唉唷 哭哭了 剛剛那個上廁所剩下的 插一下插一下 哇 真的很不容易耶 那個第一個字出來我覺得好喜歡 那個好 感覺那個真的有海浪的那個感覺出來這樣子 我們真的沒有想像 沒有過過那種日子 因為在小琉球 每一次離開都是跟船有關係 是 真的會有那個船的聲音 一艘船 現在都是改吧 這樣 真的喔 其實我覺得他前一句 就覺得呢 承載了很豐富的他的情人在裡頭 是 我覺得一定有什麼故事你還沒有告訴大家 好啦 衣服打開吧 我盡量Hold住 住在裡面的是誰 住在裡面的是爸爸 對 就是 其實以前 爸爸是最疼我 然後 然後 他 中 他中 中年失業 然後每天就是在家裡喝酒 幹嘛 然後那時候我要 那時候你幾歲 大概 17 18歲 17 18歲 那時候我就 要出去 賺錢 幫忙分擔 家計 然後 可能是年少輕狂 就是每天 看爸爸這樣酗酒 什麼 然後就 跟他結婚這樣 然後就 一陣子都 沒有 沒有教他爸爸 就跟他結婚 直到 直到他 車禍 車禍離開 在小琉球嗎 對 然後 那個 喘了聲音要送他離開 送他離開我們最愛的故鄉 那個喘的聲音一下去 我覺得我心都快要碎了 到現在他也來不及看我 站在舞台 發光發熱 可以讓他驕傲 這是我 一輩子最遺憾的事 然後 這首歌最後的一句再會啦 我就希望我是 好好的跟他再會 以後 想到他 我不會是這麼難過 我會是開心的 在大家的心中 我會永遠是那個開心果 那個最開心的陳夢賢 所以 我們 可以請老師講評嗎 好 可以嗎 可以可以 我們請阿德老師為我們講評 其實這個畫面看起來好像是衝突 可是事實上都是善意的 就是你希望他好 對不對 然後我相信他也知道你這個心意 可是你知道年紀大的人 要在小孩子面前 就是 振作起來其實不容易 你知道嗎 尤其是在中年以後 就更難 那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這個結果呢 用一首歌呢 去表達一個 一個態度 然後跟過去那個悲傷的 那個那段的因緣 就把它 就是到此為止 我覺得這個後面的力量 反而會很大 這也是就是大家聽的這個故事 會有感動的地方 不是因為你們的衝突 而是因為這個轉彎 其實是很有力量的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一個不能 可能就很突然的一個事件 就把這個事情就限制斷了 讓你沒有辦法再往前去彌補一些事情 其實不要想這樣彌補 人生不是用彌補的 我覺得人生有時候 就是要用一種正面能量去看 就一切往好的地方想想看有什麼 就想想看這一段緣分有什麼收穫 有什麼好的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一切都是好的 我相信就是一個在舞台上 一直在搞笑的人 一旦靜下來那個內心 一定是很多豐富的故事的 你就抓好這個東西 好 在這個舞台 加油 謝謝老師 好 有時候想想 當然這樣講也許 有些時候會覺得太通透了 很難接受 不管是愛情還是親情 有時候就是因為它短暫 所以令你永遠懷念 而這個短暫不應該變成遺憾 應該讓那個懷念變成一個力量 對不對 是 我們請荒山亮老師為我們做一個講評 今天真的很巧 剛好是我媽媽的生日 所以其實我一直 我媽媽已經離開十年了 我也一直在 就是在這個情緒裡面 我記得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他的媽媽離開三年 他跟我說 我一直沒有辦法忘記 那個 忘記我媽媽 那請問 你用了多久時間 忘記這件事 那我跟他說 我永遠不會忘記 那但是我們要怎麼樣讓這個 不捨的心情變成我們 接下來的力量 怎麼樣讓我們 親人的離去 讓我們得到更大的勇氣 讓我們更堅強的走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 我們要一直思考的 就是 今天真的哇 就是講到唱歌的部分 我覺得我非常的感動 好 我大概就說到這裡 謝謝 我們請梓洪老師講評 你今天唱這個歌 很有感情 我也很感動 想到很多的往事 剛剛在講你爸爸的故事 我想幾年前那時候 我媽媽過世的時候 的隔天我來錄紅人榜 因為已經答應了 我就必須要來 那天錄母親節特輯 我媽媽就突然過世 我來不及跟他說再見 後來我爸爸快過世的時候 我每天去醫院看他 走的時候 我都會非常非常慎重的 跟他說再見 所以我爸走了 我很難過 但是我不遺憾 因為我覺得 你要珍惜你身邊的所有的人 那大家 互相勉勵 好不好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我們請雅雯老師 為我們做講評 其實孟賢這個孩子呢 在舞台上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是戴著 小丑的面具的一個孩子 他有很多人生故事 他如果沒有講 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小丑的臉呢 卻是他 衛裝自己也好 給別人歡笑也好 自得其樂也好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爸爸讓你 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如果沒有爸爸那一段 我剛剛聽到你講的那一段 我很感同身受 是因為你的年紀 在那個時候呢 爸爸失業 我那個年紀 我爸爸也失業 所以那時候呢 我爸爸沒有讀書 他就以前 考那個駕照的時候 考開車駕照 有一種是用念的 可以用念的 國語他又聽不懂 所以我們在家教溫習的這個過程 我看到我爸爸努力的那個過程 我本來為萬壇 為什麼萬壇 他說因為我失業 我沒有情侯給你打掃 我就可以體會到說 我們正在叛逆啊 憑什麼我就是不如人 憑什麼我不能怎麼樣怎麼樣 為什麼我們爸爸怎麼沒討論 那個節 我一直都在 聽你講我也有很多悔恨 所以我剛剛淚流不止 我不曉得怎麼去講憑你 我只能說 我當時的悔恨是 我不是看不去爸爸 那是我的 我等於說 我為什麼要這種名字 但是呢 慢慢的你將這份愛呢 付出給其他人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這段過程的辛苦 夾在這裡 所以爸爸給你的遺憾 夾在哪裡 你照顧別人 照顧別人 別的四大人 所以那個 不叫做彌補 那叫做 真的是在做的當下 你才會發現說 喔 行程優勢不可以等 現在的你呢 成功做到了 你多少阿公阿嬤愛你 多少四大人教他你 欣賞你 你讓他們的歡笑 是他們小孩做不到的 所以今天真的 我覺得看到你這樣子 我就會覺得好棒喔 今天的歌很感動人 不管我說過 什麼歌不會流行 遭音的歌會難聽嗎 不一定 但是 只要是 用心情的歌 有感情的歌 永遠四驚 那你要不要 帶我們唱開頭兩句 陪你一起告別那個過去的你 我們在最後的歌聲 也跟大家告別 我們一起唱 陪著孟賢 告別那個過去 走向新的未來